女孩第一次带着猫去看病就被他抓伤了 男医生见状要帮他处理伤口 而看着帮他认真清洗的医生 许诺一下子愣了神 心想着快点结束这暧昧的气氛 就问大概要冲洗多长时间 虽然许诺觉得不可思议 但对方是医生他也不便多疑 可接下来赵金的话让他觉得他在耍他 然而赵金的回答又合情合理 他也不多说就让许诺扫个联系方式 以便交流猫的病情 直到许诺离开他才露出一抹微笑 然后拿出手机翻看许诺的朋友圈 得知他是一名花异士后 就直接订了一束花 却让许诺慌了神 或许是那半小时的清洗太暧昧 许诺总是不自觉地想到他 可这时男友打来了电话 原来许诺发错收获地址到男友的手机上 男友并没有多疑就约等下吃饭 两人已经稳定交往了十年 没有意外的话即将结婚 许诺一如往常等男友出来 他已经习惯了迁就男友的时间 可没想到这次刚好被赵金看到 朋友告诉他那是他老板的女友 原来他的身边已经有了人 赵金并不意外 隔天许诺给猫猫送睡店 赵金就说刚好把化验单给他 说话间他还是提出约许诺吃晚饭 却被直接拒绝 许诺论认为两人还没熟到可以一起吃晚饭 其实此时他也是忐忑不安的 所以慌张间不小心磕到了膝盖 而他不敢多坐停留就快步离开 他害怕这个男人打破他现在的生活 等赵金拿着化验单去追许诺时 却四处都没见到人 即使知道他有男友可他还是想要靠近 即便用化验单做借口也行 然而最终并没能如愿 他们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相反的心 可是相遇总是猝不及防的 许诺因为要拿外卖打开了房门 却刚好看到回来的赵金 他直觉赵金在跟踪他 可快走吧 真怎么报警啊 可赵金对他的威胁置之不已 还朝他笑了一下就转身上了楼 立马声响起原来他家在楼上 许诺这才意识到错怪了他 出于好奇他问闺蜜知不知道楼上住的是谁 闺蜜却不确定的说可能是情侣吧 他也才搬过来并不清楚 可许诺无端端对陌生男人有兴趣 却让闺蜜起来 若现在你看上一个人的王 可就算是劈腿了 此时的许诺听着闺蜜的警告直接呆住了 可他还是发信息给赵金说对不起 而赵金看着许诺的信息得逞一笑 他能察觉出许诺对他的不同 所以他站在窗前看向街道 许诺也在上车前看向楼上 两人不约而同的四目相对 在这个下雪的夜晚赵金不齐勇气约他见面 他约他下次的雪天两人一起看雪 如此暧昧的约定刚好给了许诺勇气 他答应现在就可以 接到信息的男人喜出望外急忙跑去见他 却不知女孩只是想要和他说亲 我有男朋友和我 而他并不意外 因为他早在窗前就见过他们 可他不会告诉他 但也不想让他对他心存芥蒂 于是他说 我离不回 这无疑让许诺很是惊讶 而他一下子就想到闺蜜说楼上住着一对情侣 跟你住在一起的女孩 你对我很和气吗 赵金若有肆无的调侃让许诺有些尴尬 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这次约他的目 可没想到的是赵金依然对他表白 面对这样的赵金 许诺只能将两人划清界限 我们做朋友玩 这是许诺想到的最好的处理方式 可他不知道的是心事最不受控的 更想不到会这么毫无准备的再次见面 他去拳击馆找男友师傅 而此时在场上对打的刚好是男友和赵金 当他看到赵金所侯男友的那一刻 赵金也看到了在场边的他 四目相对两人都愣了神 赵金更是因为分心反被男友占了上风 场边的许诺却对着赵金担心了起来 而最终在赵金的服输下男友赢了这局 打拳结束男友介绍赵金给女友认识 可看着女友和赵金有点奇怪的态度 男友疑惑两人是不是认识 没想到许诺脱口而出 不认识 不认识 赵金不想让许诺为难也就顺从了他的话 他不想打扰他们 可队友却拉着他要和他们一起吃饭 没人知道赵金和许诺的暗潮汹涌 一行人一起吃饭 许诺和赵金刚好面对面坐着 男友感谢拳击场上赵金这个对手 心情大好的他酒一杯接着一杯 就连许诺筷子掉了他也不曾在意 却被对面的赵金注意到了 他自然的给许诺递了筷子 而这小小的举动无疑又扰乱了许诺 闺蜜对赵金感兴趣猜他是什么职业 谁知他猜的越来越离谱 说他是妇产科医生 这时许诺在一旁提醒他 你是宠物医生啊 可这话却引起了男友的怀疑 明明刚才说了不认识 而正当许诺不知怎么解释时 赵金帮他解了威 刚才聊天的时候 许叫做 须经一场却让许诺更加心绪不明 饭后大家一起去唱歌 闺蜜更是让许诺男友赶紧求婚 两人交往十年了都没有表示 绝对不能辜负许诺的青春 男友也直接了当答应 此时没人知道赵金心里想的是什么 而许诺也没有因为男友的承诺开心 虽然他不想在爱情里开小差 可他知道男友现在也不是一心一意 他和现在的合伙人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这是两个女人的第一次碰面 一个是公司的合伙人 一个是已经相恋十年的女友 可现在却是男友陪合伙人选礼 许诺早就发现两人走得很近 但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见面 而面对如此尴尬的场景 丛山也向许诺解释 我今天下班 让他顺路陪我过来参谋一下 这时刚好丛山的电话响起 他打完招呼就直接离开了 许诺跟着男友上了车 见许诺的脸色并不好看 就解释两人关系很单纯 可许诺却岔开话题 今天是男友母亲的生日 他不想和他闹得不愉快 没想到男友却很吃惊 我妈叫你 对啊 妈你怎么没告诉我 你没问我 男友的反应让许诺感到莫名其妙 直到到达男友母亲的生日宴 他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原来丛山一家都在 而他好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许诺知道男友的爸爸 一直反对他们交往 觉得他配不上男友 为此从中牵线让男友和丛山认识 男友爸爸是丛山父亲公司的律师 得知丛山也有创业的想法 就让他成为男友公司的合伙人 为的就是让两人有时间接触 而两家也乐见其成 除了男友的母亲 所以今天他并没有告诉父子两人 就邀请了许诺 晚餐结束 丛山父亲对此很不满意 他认为彭与安一家给了他难堪 而为了弥补过错 彭与安决定送他们回去 可此时许诺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外婆突然发病急需送去医院 让彭与安送他他去面露男色 正是他的犹豫让许诺彻底失望 以前他一直逃避结婚的话题 他也只是失落 可现在送丛山一家成了 比就他奶奶还要重要的事 最终还是彭与安妈妈带着他离开 而这一夜男友并没有出现 等他醒来却是在丛山家里 原来昨晚丛山的父亲 带他去见了很多投资人 为了应酬喝的不省人事 最终丛山把他带了回来 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可丛山却说他承诺会和许诺分手 你说会和我开始正式交往 还说你已经准备分手了 然而彭与安并不承认 他如实说现在还离不开许诺 分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反正给不了丛山任何许诺 可丛山并不在乎过程只要结果 他已经过了想要爱情的年纪了 离开丛山家彭与安向许诺道歉 他解释送丛山回去只是为了工作 现在是创业初期很需要他父亲的帮助 不料许诺表现的并不是很在意 只是让他回想起了从前 那时两人刚刚谈恋爱 他就说要去外地工作 就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只要他一回头他就在园里 可这时的彭与安还不知道 许诺早已没了耐心 在他选择送丛山回去时 他就失去了机会 因为那晚在医院他碰到了赵金 不走了 哎 那东西 高跟鞋 不是我的 到底经历过怎样的失望 才能无视男友车上不属于自己的高跟鞋 看着许诺毫不在意的离开 彭与安还没意识到两人已经渐行渐远 这是丛山打来电话讨论出差的事 顺便让彭与安把鞋带给他 想到刚刚离开的许诺 彭与安心里有了一丝愧疚 于是晚上直接去找他解释 鞋子是丛山的 但他们只是合作伙伴而已 还拿出准备好的戒指给许诺 在一起十年了 他希望这个戒指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 可他却不知许诺早就被他耗没了耐心 曾经他是多么想要嫁给他 却总被他以各种理由推脱 现在他又用一个戒指安抚他 举诺不想再和他争吵 两人都需要时间冷静冷静 可不曾想因为外婆住院 妈妈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他俩的婚事 对于彭与安这个女婿 妈妈是很满意的 不仅家庭条件好 而且自己也很能赚钱 许诺和他结婚肯定不用吃苦 可是眼看两人交往的时间越来越长 却没了结婚的计划 妈妈有点着急 于是他打电话让彭与安来接他 妈妈看出两人现在闹了矛盾 也是想要了解一下彭与安的想法 然而彭与安却直接保证已经在筹划 还谎称最大的阻碍爸爸也同意了 许诺妈妈吃了这个定心丸就高兴的下车了 却不知其实两人还在冷战中 而且彭与安爸爸还约了丛山一家吃饭 不仅是为了拉近两家的关系 更是要让彭与安在丛山父亲面前好好表现 现在公司大部分业务都是丛山父亲介绍的 如果没有他家的支持公司也很难存续 况且两人也接触一段时间了 彭与安也没有拒绝和丛山若有肆无的暧昧 现在不和许诺说分手只是不想被指责 彭与安父亲确信他的迟疑不是因为爱许诺 长痛不如短痛趁早下决定 而许诺也不想一直拖着 他去彭与安的公司等他下班 好好聊一下两人的将来 可没想离开的时候被丛山叫住 这一下直接给许诺泼了一盆冷水 没有女人会真的不在意 即使许诺已经不想再计较两人的关系 可这么私密的举动还是让他受伤了 或许他真的应该结束这段内耗的恋情 所以下车的时候他把戒指还给了他 他不想要一段不情愿的婚姻 谁知这个戒指被丛山发现了 他问彭与安给谁的 可他却没有说 这让丛山认为是给他的 你什么事要给我 彭与安的话无疑印证他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决 许诺的十年相伴并没有换来他的坚定选择 在有了更好条件的丛山面前他迟疑了 如果不是下意识的扭头 女孩也不会发现自己一直在逃避现实 为了不让身边的男人担心 他解释男友已经说了今天有应酬 即使知道和男友在一起的就是丛山 许诺也不想深究两人现在的进展 却不知丛山已经给彭与安下了最后通牒 我爸说了 就是让我暂时当下这个管理人 他最理想的人选 是你 言下之意就是两人在一起后公司才是他的 虽然现在公司明面上他也是老板 实际上却事事都要丛山下决定 就连晚饭也要先问他有没有空 听到丛山说今天要加班 彭与安立即打电话约许诺 却被他有恃为由拒绝 他还没有决心和许诺分手 可见他有多么贪心 既要丛山家的帮衬又不舍得许诺的胆情 现在两个女人都不陪他吃饭了 他只能和下属作陪 然而没成想一起的还有赵敬 几杯酒下肚下属便肆无忌惮起来 调侃彭与安有女友 还要和他们一群光棍在一起 这样巨少离多难免会出问题 而一直不搭话的赵敬却突然说 我们应该先赢了 一时间让彭与安也有些哑然 此时的他并不得 也从来没想过最后会败给他 因为在他看来赵敬条件太差了 不仅离过婚儿请妹妹还有重病 家里就靠他来支撑 妈妈早就逃离喝酒闹事的爸爸 彭与安从没把他放在眼里过 所以才会毫不顾忌问他为什么会离婚 然而赵敬却低头不语 没人知道他对彭与安的厌恶 也没人知道他一直爱慕着许诺 结束不算太愉快的晚饭后 赵敬碰到了正回家的许诺 隔着马路他给他打了电话 亲身问候他最近的生活 也许是夜晚的缘故 也许许诺也骗不了自己对他产生了的 可他们现在只能是朋友 放心我不会愿介的 此刻的许诺并不知道该怎么办 守住朋友的界限对他们都好 然而感情的事情又怎么能控制 当许诺正在看婚纱的时候 看到了来找他的赵敬 可他却故意和他玩起了捉迷草 两人你追我感十分有意思 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可就在这个时候赵敬看到了来找许诺的彭与安 而当彭与安找到许诺时 让正开心的许诺一下子慌张起来 而赵敬也消失不见 许诺生气的质问赵敬为什么离开 他们之间又没有什么事 他为什么要逃走 可赵敬却说他来找他就是想和他在一起 如果愿意的话 现在可以来到他的身边 你会愿意吗 然而最终许诺还是坐着彭与安的车走了 却在过红灯的时候看到了赵敬 不明所以的彭与安和赵敬打了招呼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他 此刻许诺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朋友 而赵敬看着坐在彭与安身边的许诺 他知道这就是他的选择 继续和一直伤害他的人在一起 为了说服自己不再动摇 许诺决定和彭与安结婚 我们结婚了 女孩付出十年的青春陪伴男人 没想到却成为她理所当然的胡适 原来许诺策划了一个恋爱十年的集体婚礼活动 在情人节当天时对新人一起结婚 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提出让彭与安求婚 活动当天他穿上梦寐以求的婚纱 曾经他是多么期待一个浪漫的求婚仪式 可如今却成了只要他求婚就嫁的卑微 他要真求婚嫁了 然而这时彭与安却打来电话说要出差去什么 所以不能来参加这个活动了 许诺虽然失望但是理解他的动作 换下婚纱他略但羡慕地看着这些新人 就在刚刚他也还满心期待着这个仪式 可现实就是彭与安又失约了 却不知道此时的彭与安正在本市 而且还和丛山一起庆祝情人节 但是为了营造出差的想象 他把所有的同事一起叫上 为的就是让许诺相信真的在出差 谁知许诺接到闺蜜朋友的求救电话 闺蜜因为喝醉不得不让许诺来接 也就是这个时候许诺看到了彭与安 他喝的烂醉如泥还和丛山坐了一辆车回去 用出差的借口只是不想向他求婚 而这也终于让许诺认清了现实 他已经不是他的唯一选择 但再次见面他并没有知名 可彭与安却觉得许诺脸色不好看是无理取谅 明明是他一直逃避 最后却变成了许诺的不是 一味的忍让却变成不断的伤害 而这也让许诺不愿再欺骗自己 他们心知肚明丛山并不是一个普通同事 可彭与安却安心接受了父亲的安排 却又不愿意和许诺分手 只有经历过无数次的心灰意乱 才会如此冷静决绝地说出分手 可男人却认为这次和以往并无不同 而且许诺父亲还需要他的投资 反正两人迟早会结婚 许诺父母想要扩大家里的洗衣店 找彭与安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可他说许诺现在提出和他分手 所以这个忙恐怕是帮不上了 女儿一生不想就和快要结婚的男友分手 妈妈肯定不同意 他劝说许诺不要一起用事 在妈妈看来同家是不错的归宿 可是许诺态度坚决并不松口 没办法只能去找彭与安的母亲 一直以来彭母是很喜欢许诺的 也知道儿子对许诺的感情 如今两人之间出现了问题 很有可能是因为丛山的出现 他开门见山就问 丛山和彭与安现在是什么关系 如今许诺要和彭与安分手是不是因为他 可丛山对此全然不知情 于是等彭母走后 他问彭与安有没有什么事要告诉他 可他却什么都没说 显然并不认同许诺单方面的分手 还试图通过长辈来对许诺施压 既然他并不打算坦白 丛山就独自去找了许诺 而他这次来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要确认两人是不是已经分手 得到许诺肯定的答复后 他直接就问了彭与安 一直以来他都已还没解决好许诺来拖延 如今两人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还要犹豫 他可没有耐心等他做决定 可彭与安却说是因为不想让别人觉得 丛山是第三者 这会让他难堪 可丛山却觉得他这样拖拉大家都难堪 说完就生气地离开 而这时父亲又打电话过来 自始至终他都不同意许诺 然而彭与安却始终当断不断 哪知从来没有反抗他的儿子第一次质问他 为什么事事都要帮他做选择 从小到大就连自己的一点点爱好都要剥夺 原来彭与安曾经的梦想是组建乐队 就是因为父亲的反对才放弃 因为搞音乐会连饭都吃不起 可看着楼下正在卖唱的歌手 他觉得自由自在也很美好 丛山看着莫名失落的彭与安 便安慰他现在也可以唱 下班后彭与安便说带他去看一个演奏 谁知从山却以太累为由拒绝了 这让本来兴致大好的彭与安吃了一个闭门羹 一直以来许诺的逆来顺受让他理所当然 却不知本就处于上位的从山不会讨好任何人 而他也在半路就以有事为由让从山独自回去 却让从山大为震惊 你以前也正让许诺下车吗 而这时彭与安才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 确实他经常因为有事就会取消和许诺的约会 好像许诺从来都没有怪罪于他 所以也才会理所当然对待同山 于是他急忙回去找许诺 希望许诺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却不知这一切都太晚 要不是他自信女孩永远不会离开他 也不会任由自己伤害他却不知悔改 现在得知许诺喜欢上了别人 又要以为他好的名义阻止他 原来彭与安接受不了许诺真的和他分手 就去他家找他 可许诺已经不想再和他纠缠 而就在这时听到动静的闺蜜赶忙出来查看情况 却不知刚好踢到一只男鞋让彭与安看见 而这也让他误会了许诺 不料他发现鞋子的主人正是赵静 为了了解他和许诺的关系 彭与安特意约了他一起喝酒 从赵静那得知那天确实在许诺家 不过还有他的朋友和闺蜜一共四人 听到了他和许诺发生争执 但是为了避免尴尬就没出来 赵静的话合理地解释了许诺的清白 他知道许诺和彭与安还没有完全结束 而彭与安的过错不该由许诺来承担 这时许诺给彭与安打来了电话 让他去他家聊一聊 原来许诺得知他和赵静在一起 生怕赵静说出什么话激怒了彭与安 才让他去他家正好解决两人的事 可彭与安首先就向许诺道歉 如果知道是赵静的话就不会错怪他 早知道是赵静的话 我觉得这事就没有讨论家 对彭与安来说赵静根本不可能成为威胁 可他的话却让许诺和闺蜜很不舒服 他不知道就因为他自以为是才造就了今天的局面 却还固执地希望和许诺和好 可他又放不下丛山 就连父亲让他赶紧处理好许诺 他也还是没有拒绝 更推脱是许诺的原因没能分手 我们收分就分 他要是一男生跟我闹 那我怎么办 显然他依然认为 我没有机会 直到一次意外的遇见 那天他和丛山约好了两人晚餐 没想到许诺和赵静也在这家餐厅 而他就在结账的时候看到了一点笑意的许诺 但他并没有上前打招呼 却在看见那人的背影实愣了愣神 因为他直觉那背影很眼熟 于是他去花店找许诺 却刚好看见赵静和妹妹从里面出来 但妹妹在许诺的店里工作 种种巧合不得不让彭与安多想 于是他约了赵静的朋友一起吃饭 为的就是打听赵静 赵静不是喜欢我女朋友 朋友并不清楚他的感情状况 只知道他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但并不知道是谁 彭与安没有勇气直接去问许诺 可他们还是碰到了 就在彭与安去帮丛山买甜点时 看到了正分享着美食的两人 男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相恋十年的女友会舍得放弃他 进而选择和一个离过婚的人在一起 在他看来女孩只是出于同情并不是爱 可想而知根本瞧不上面前的男人 而就在这时在楼下等他的丛山进来了 他是父亲给他选择的结婚对象 也是因为他彭与安才会对许诺动摇 现在更是为了帮他买甜品才意外碰到许诺 本以为彭与安已经处理好和许诺的关系 可如今看来他还是放不下 不然不会因为许诺的新男友在大庭广众下失控 丛山冷眼看着这一切打完招呼转身就走了 独自留下的彭与安也只能跟着他离开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丛山 却不知丛山已经不想再给他机会了 彭与安信心十足地介绍新的投资项目 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就被丛山直接拒绝了 即使在下属面前他也没有给他留有颜面 而这也让彭与安感到意外 这是丛山第一次当众给他难堪 于是他约了丛山一起晚饭想要解释误 他想应该是那天遇到许诺让他不高兴了 他还想着让丛山给他时间 然而丛山却开门见山就说不想再等了 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投资机会 彭与安难以置信 丛山只是把他当作商品 因为他自信他愿意等他是因为喜欢他 原来只是认为他合适 丛山的坦白让彭与安一事不能接受 曾经为了他还打算放弃相恋十年的许诺 如今他却告诉他找他只是因为适合 难道真要接受这样一个利益交换的婚姻吗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 只能通过酒精麻痹自己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敢质问父亲 如果不是他一直对许诺有意见 他也不会一直拖着不结婚 还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接近丛山 从小到大都不敢务逆父亲 可他却连结婚对象都要干涉 你是不是就叫上午变成你 你有本事变成我吗 然而他的哭诉并没有让父亲妥协 反而指责他不要感情用事 也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 彭与安才变得可悲 他去麻场找丛山 还是想让他再给他点时间处理和许诺的感情 可他忘了不爱他的丛山 根本不会顺从他的要求 丛山告诉他如果现在还不做决定的话 他就只能引进新的合伙人了 虽然他还是可以待在公司 但也仅仅只是一个小股东而已 再没有做决定的资格 彭与安想不到丛山会这么绝情 却忽略了他本来也没有爱过他 而且他已经给了他很多时间了 此时他才意识到丛山真的只是想要一个合作伙伴 这对于爱了他十年 等了他十年的许诺是不能相比的 于是他想要回到许诺的身边继续在一起 他也可以不再追究许诺和赵静的事 可他不知凉了的心不是说回就回 况且许诺已经不再爱他 开五年的前妻突然回来了 可他已经有了新的女友 然而前妻却认为他还会等他 所以连忙让儿子和他打招呼 石头 叫人 爸爸 这可不能瞎叫 叫叔叔 没想到赵静会直接纠正儿子的称谓 前妻也只能尴尬说孩子还挺喜欢他的 然后就像是充满了歉意的看着他 一旁的同事见状赶紧打破沉默 告诉赵静后面还有客户在等他 摆明不想让前妻过多接触赵静 五年前他嫌贫爱抚不告而别 让赵静十分自卑并不敢再找对象 现在好不容易才叫了一个新女友 可不能让突然回来的前妻给搅黄啊 然而前妻并没有作罢 他还是约了赵静一起喝茶 而他直接就告诉赵静他的现状 我单身了 原来他的富豪老公得了脑瘤已经去世 期间给他治病把钱都花了而公司也没了 现在就剩下他们孤儿寡母 只能回来住他和赵静以前结婚的房子 说完就问赵静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你呢 还单着吗 前妻明显有点意外赵静不留情面的坦白 而他也很清楚赵静是个很负责的男人 要不然不会孤苦伶仃带着儿子来找他 本以为他会可怜他现在的处境 不曾想他已经开始了新生活 于是只能留下两人的微信联络 而他也马上就碰到了问题 好久不住的房子下水到被堵 他找来赵静帮他处理 也正是这样赵静错过了许诺的电话 而他看到后并没有理睬 直到赵静到家后才回播给许诺 他没有说刚才是在前妻家里 只是已在修水馆没听见含糊过去 他还没想好怎么跟许诺说这件事 两人约了一起吃烤肉 这是他们第一次以情侣的身份公开 闺蜜便说要彻底的了解一下赵静 他最好清楚的介绍一下个人情况 他可不想许诺不明不白的谈恋爱 而此时只想赵静开启新生活的同事连连点头 他知道许诺是个好女孩 也希望两人能在一起 便主动告诉许诺赵静的为人是不用担心的 他人帅手艺好不仅能赚钱还乐于助人 说着便不小心要说出前妻来找他的事 可不料直接被赵静打断了 许诺也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等他再次问同事刚才想要说什么 同事却在赵静的事一下只说了他以前助人的小事 他不想让许诺误会他还和前妻藕断丝连 可是他不说清楚前妻却总是借口来找他 这天他还没进门就被同事直接挡在了外面 同事说赵静已经有了女友他总来找他并不妥当 还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帮他转告 如此明显不欢迎的态度他也只能离开 支开前妻后同事警告赵静一定要好好处理这件事 可不要因为他最后把许诺给气跑了 还告诫他这个女人显然来者不善不要被骗了 而这时前妻发来微信让他去帮他接一下儿子 不料他带孩子回去的路上刚好被许诺的闺蜜撞到 一大一小亲密的样子让他起怀疑 因为他知道赵静曾经结过婚 本想将这件事告诉许诺 可是又纠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于是他打算先找赵静问清楚情况 得知那个孩子正是赵静前妻的儿子后 闺蜜更担心会影响到他和许诺的感情 没想到赵静却觉得这是他们小题大做 他就是自己带着个孩子吗 他干什么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红尾女人闺蜜当然明白这不是一件小事 便让赵静一定不要隐瞒 赶紧找个时机和许诺说清楚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前妻直接去了许诺的花店 默默的在一旁看着许诺接待客户 故意在他快要结束的时候走到他身边 神态自若的和他打招呼 他就是想了解赵静喜欢了怎样的女孩 然后又特意带着水果去看赵静的爸爸 知道他爸爸的腰不好还用爱酒帮他治疗 看着前妻的种种行为 赵静察觉出他这次回来目的并不单纯 便打算穿上衣服先离开 可前妻却说如果他走了就只剩两个人也挺尴尬 无奈赵静只能在一旁坐着等他 直到许诺给他打电话时爱酒还没结束 而此时的许诺正在他家门口 他说爸爸的腰病犯了来看看他 并没有提到前妻回来的事 而许诺听到他去看爸爸后便打算直接回去 可赵静把他家的密码告诉了他让他等他 进入这个陌生的家许诺还是有些惊喜 他好奇的边抖边将这里参观了一遍 等到门铃响起他开心的去开门 而热恋中的女孩心无旁骛的爱着 和喜欢的人玩着你问我答的小游戏 他享受这种激情燃烧的感情 还没意识到即将面对的危机 更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许诺迫不及待想见到赵静 于是便一大早就跑去他家 谁知在楼下遇到了出门的闺蜜 见许诺完全沉浸在爱情中的样子 闺蜜也不想让他扫兴便招呼完离开 可谁想迎面走来的母子让他心中紧迎大起 拉着许诺便不让他上楼 许诺不理解他的善变还是要上楼 没办法闺蜜只能在楼下大喊赵静的名字 劝许诺一大早就跑去男人家里影响不好 还是让他下来送他们去花店吧 而此时前妻已经来到赵静家门口 面对赵静的满脸迷惑 她说是赵静爸爸让他把海鲜送过来给他 并说已经告诉他家密码了 如果他不在就直接放冰箱 前妻的说辞看似并无不妥 忙着下楼的赵静也没多想就同意他进屋 等在楼下的许诺察觉出闺蜜的异常 说他看到那个女人后就变得奇怪起来 然而闺蜜却发毒誓说不认识这个女人 好不容易等到赵静下来 闺蜜赶忙叫他送他们离开镇 明显一刻都不想多待 而这时赵静家的窗口 前妻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直到在车上许诺不停追问赵静 他才说确实要告诉他一件事 停好车赵静说他的前妻回来 你刚才那时常看到 是我前妻 所以早上闺蜜才会阻止他上楼 就是怕许诺见到后会胡思乱想 而赵静也怕他生气一直没敢说 现在秘密终于说了出来 许诺心情复杂地下了车 他需要时间消化这个消息 认真思考后许诺给赵静打了一个电话 他让他看一下他发的消息 原来他决定今晚就去他家吃饭 迫切地想要见家长了 可赵静已经答应陪前妻儿子过生日 就说今天见面会不会太快 而他的迟疑让许诺直觉他今晚有事 你今天有事啊 没事啊 那行 不想让许诺多想 赵静答应今天就带他回家 赵静爸爸对许诺很满意 不嫌弃他家穷还帮忙照顾有病的妹妹 也希望两人能好好在一起 可这时赵静的手机响了 正是前妻打来的 小孩问他为什么没来陪他过生日 一时间整个气氛变得尴尬 赵静爸爸指责他怎么能随便答应 而且这次是许诺第一次来家里吃饭 这样把大家都弄得很难堪 可许诺非但没生气 还主动说一起过生日 他不想让小孩子失望 大人的欲望也不该由小孩子来承担 也正是许诺的通情打理 让赵静坚定选择 他在前妻面前牵住他的手 表明自己的心意 本以为这只是两人间的小插曲 消除误会后又一如既往的稳定相处 却不知躲在暗处的相机正在偷拍他们 原来彭宇安并没有死心 还约见了赵静的前妻 然后把调查好的资料都寄给了许诺的母亲 于是他假意要许诺带赵静回来吃饭 没想到刚到楼下许诺就接到外婆的电话 得知母亲是想心事问罪 只能让赵静先回去 一到家母亲就拿着赵静的资料给许诺 问他到底了不了解这个男人 他离过婚还有一个患病的妹妹 赵静对他妹妹又当爹又当哥了 难道他也要一嫁过去就当妈 然而许诺却并不认可妈妈的话 我喜欢的是赵静的这个人 关于他前妻跟他关系怎么样 他爸怎么样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在现在的许诺看来感情是第一位的 不然他也不会放弃好条件的彭于安选择赵静 可过了一辈子苦日子的妈妈知道生活的艰辛 而这也是母女两人不能相互体谅的原因 赵静那到底算什么 你肯为他做到这种程度 我要跟赵静结婚了 是我跟他求的婚 明年一直清楚 我收下这枚戒指 只是我想把它扔掉而已 相爱十年走到最后却变得面目全非 男人不甘心竟会输给一个离过婚的人 可女孩居然还全然不顾的要嫁给他 原来为了破坏他们的感情 他将许诺约到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厅 然后拿出准备好的钻戒向他求婚 可这个迟到的求婚已经感动不了许诺 他不想再和他纠缠就直接离开了 没想到彭于安没有放弃 还把戒指塞给许诺 随后就开心的告诉同事 他和许诺快要结婚了 为的就是让他把这个消息传给赵静 因为他是赵静的朋友 肯定不会不管不问 不出所料赵静马上约了彭于安见面 他知道彭于安一直都瞧不上自己 可他并不会因此让步 而且他相信许诺不会再回到他身边 彭于安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 可彭于安依旧不死心 他嘲讽赵静一定不会得到许诺父母的认可 尤其是在他的对比下更不可能被接受 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会这么羞辱 而他这么说是因为早已调查清楚赵静的情况 他派人偷拍许诺和赵静约会时的照片 主动找到赵静的前妻打听他的消息 并将他的资料全都寄给许诺的母亲 果不其然引起了他的极力反对 没想到女儿放弃彭于安会找这样一个麻烦 许诺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两人在一起 他不想女儿为了所谓的爱情苦了自己 可许诺早已经下定主意要和赵静交往 况且他和妹妹的关系很好这些都不是问题 他和赵静带着妹妹一起去野餐 趁着开心把一个狗尾巴草戒指给召集 就是想确定两人的关系 现在周围的人都在反对他们的感情 只有他们坚定了彼此才能继续走下去 紧接着他主动去了彭于安家 把寄给妈妈的资料递给彭于安的父亲 许诺以为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他 为了找到许诺已经变心的事实 然后逼迫彭于安离开他 而父亲看了看一旁的儿子干脆承认 反正只要许诺离开儿子他是赞成的 可许诺上门求证是彭于安没想到的 他不屑让父亲背锅索性承认都是他做的 这人是我记得不是我爸 他只是想要许诺回到他身边 如今看来他宁愿找父亲摊牌也不想和好 看着被丢弃在地上的戒指 彭于安明白许诺不可能再回头了 刚刚恋爱两人就产生了矛盾 相处过后才知道也需要磨合 原生家庭的痛苦让男人自卑 原来小时候妈妈就离家出走 只留下了他和妹妹相依为命 而妹妹又得了严重的血液病 免疫力低下随时都可能病发 看着昏睡中的妹妹念着妈妈的名字 赵静还是鼓起勇气拨打了从未联系过的电话 可没想到的是电话里竟传出是空耗的声音 母亲的狠心让本已释然的赵静再次崩溃 她将心中的苦闷说给一直关心她的同事听 她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如此决绝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她为什么不来接我跟我妹妹 她在问这么狠心 然而借酒消愁愁更愁 酒精把她埋藏心底的不安全都释放了出来 醉眼朦胧地回家又刚好碰到来找她的前妻 而她五年前也是不带犹豫地离开了她 接二连三的背叛让她从此变得冷漠 只有不再期待才不会失望 此时在闺蜜家的许诺听到楼上的开门声 开心的就跑上去找她 谁知一进门就看到了赵静的前妻 她以为两人一起吃完饭回来 而前妻也只解释她喝多了然后就走了 已经不太开心的许诺把热水端给赵静 她不知道赵静怎么又会和前妻一起 可还没等到她追问 赵静就趁着酒醉质问许诺 什么意思啊 我可以相信你永远都不会变心事 她害怕在许诺这里重蹈覆辙 毕竟就连生她的母亲也放弃了她 对于许诺她不知道两人会不会有将来 可在许诺看来她是放不下前妻 因为受到过伤害才会变得小心翼翼 就是因为田雲楚曾经抛弃过的 所以她喝完酒了才会那样问我 赵静的行为让一直坚定的许诺退缩 他们都曾有过一段不成功的感情 只要稍微一碰触就会爆发出来 这次是因为赵静喝酒 下次又不知道会因为什么事 或许分开一段时间才能逃离这个怪圈 许诺约赵静在咖啡馆见面 她想要冷静一段时间 赵静并不信任她 要不然不会在酒后说出那样的话 潜意识里把她和前妻画了等号 而这样的心结并不会凭空消失 许诺的话让赵静感到无措 她不想失去她但也没有说服她的理由 明明是因为太在乎才会害怕被抛弃 可她不知道该怎么让许诺相信 我要抛弃我 许诺 分开的时候赵静每晚都会去找许诺 可她再也没有开门而打的电话也不再见 要不是因为外婆的开导 许诺还不知道该怎么打破将军 母亲的反对和赵静的矛盾都让许诺退缩 可外婆却说谁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磕碰 但是当下做的决定不要后果就行 听了外婆的话 许诺主动去找了赵静前妻 从她那里许诺才知道赵静母亲的事 针对前妻的离开母亲的决绝才是赵静的心中心 而且前妻也看出赵静对许诺的依赖 也知道她要复婚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前妻的解释让许诺理解赵静 她主动把赵静约了出来 只有相互坦诚才能走得更远 而她也知道原来妈妈的离开 让赵静一直不能释怀 这次的小小摩擦最后 以赵静的保证书结束 她向许诺承诺以后绝不会续酒 可是妈妈离开造成的痛苦 真的会就这样消失吗 许诺选择赵静确保能一直包容破碎的她们 而她们的爱情保鲜期又会有多长时间呢 可是她们怎么也没想到 许诺的母亲近在隔天 找到了赵静上班的宠物店 谁知赵静没找着 却意外碰见她的父亲 许诺母亲这才知道 原来赵静的家庭并不像自己以为的 会让许诺以后受苦 反而是父子一起努力 只为了能给许诺更好的生活 结合自己女儿的反应 母亲终于明白 原来赵静才是她真正想嫁的人 这一刻母亲终于放下内心的偏见 开始真正接纳赵静成为自己的女婿 于是第二天 她直接带了一张银行卡 找到了前男友彭宇安 当初为了挽回许诺 这人曾经给母亲的洗衣店投资了二十万 既然他们已经分手 那自己就不能拿着这笔钱 不然女儿要如何自处 可谁知彭宇安根本不接受 还说这次两家聚会 就是为了商量他们的婚事 这可把许诺妈妈吓了一跳 这是准备来个先斩后奏啊 面对彭宇安的步步紧逼 母亲无奈只能借口有事 丢下银行卡就准备开溜 谁知彭宇安却在此时 抛下一个重磅炸弹 说照进人品有问题 要不是自己提前见过赵敬父亲 今天还真的会被彭宇安悟到 这样不择手段的男人 自己怎么就以为他能给女儿幸福呢 回家之后的母亲越想越起 直接打电话叫女儿 带着赵敬一起回家吃饭 然后抓紧把婚礼提上日程 让这个彭宇安彻底死心 赵敬在争得许诺的同意之后 将自己的妹妹也一同带了过去 还买了很多贵重的礼品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 你要是爱喝这个以后都给你买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破费了 看着活泼可爱又善解人意的妹妹 还有饭桌上局促不安的赵敬 母亲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事 人只有在意的时候才会紧张 这对小情侣在经历重重磨难之后 也迎来的最终的幸福 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经历了多年的爱情长跑 却最终没有在一起的情侣 不是因为不爱 而是爱的没有以前满了 曾经爱意跟心动都被时间和现实磨灭了 哪个女孩不愿有个归宿 她们等了这么多年 最后只希望有个以爱情为地基的家 希望所有的公主们 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家